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過的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的主題非常的有趣 也是目前的熱點之一 那就是我們的中華航空聯名卡的優惠介紹 那在那之前我們要先做個開箱 因為8月17號的記者會就是 中信跟華航那邊有邀請寶可夢去出席他們的上市記者會 那也很榮幸就是有拿到一個很棒的開箱贈品 那這個贈品其實是羽惠的所有記者朋友都有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你申請商務預席卡 他會送你的後背包啦 所以你也可能會有點好奇說 到底後背包長什麼樣子 他這個裡面有兩個小東西 我先來做開箱好了 因為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好奇說 當你卡片申請下來之後 你到底可以拿到的後背包長什麼樣子 然後他的這個 這個後背包的品牌好像還不錯喔 這感覺上是一個蠻實用的東西 開給大家看 這是那個 eminent 你自己看一下在這裡 然後他的背包的話呢 其實看起來是蠻有質感 感覺上這次不是便宜貨啦 好像是真的有認真在做喔 像他這邊的這個拉鍊的做工 我個人是覺得有沒有看一下 是還蠻漂亮的 然後總不可能送給美女朋友 所以就是品質比較好吧 你可以看一下他裡面有非常多的層 這個多層次 你可以放電腦 然後也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這樣子 欸假如比我自己的這個包包還要方便喔 所以 他的深度的話就是你可以看這樣子 他可以再從中間這樣拉開 所以 感覺上 他的確是一個蠻不錯的東西 然後你這邊還可以放什麼 呃 這邊 可以放雨傘 或者是你的保溫杯 然後另外一邊的部分 看一下 這邊呢也是一樣齁 他左右兩邊可以打開 然後可以讓你放一些東西 然後後面這裡 看一下 這裡 沒有 沒有什麼東西 好 所以呢他有好幾個不同的這個 那個所謂的 小空間可以讓你放很多東西 像你這邊也可以放你的證件套啊 之類的 所以 感覺上是一個 可以放蠻多東西的 突然間有那種 就是 飛機的那個 那個 那個置物櫃的前面 你知道 就是你坐在飛機前面的時候 那個東西可以放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耶 整個東西的產品 感覺是還不錯啦 所以 如果你自己本身 需要一個包包的話 那倒是蠻適合 申請一張華航卡 然後 來這個 呃 商務預期卡免年費嘛 然後你就刷888 就可以拿到一個這樣子的包包了 那另外一個這個是 我看一下這什麼 這是怪奇包嗎 好 這個 這該不會真的是怪奇包吧 不過把它拆開好像就怪掉了 就沒有辦法送大家了 喔 它看起來真的是一個怪奇包耶 呵呵 不過看起來好像 還好 它還有一個這種小小的這個 好 可以讓你把東西看看 真的是怪奇包耶 喔我的天啊 真的是非常的 呃 用型啊 有這個耳塞 然後 這個是 呃 Water Shipping Mask 喔這是 面膜 我的天啊 然後 還有 牙刷 哈哈哈 然後 這個是 那個 讓你 這個 欸那什麼 保 這是 這是那個乾燥劑啦 齁 然後這裡還有這個 眼罩 哇真的是該準備的都幫你準備好了齁 非常的 用心就是 送給所有的 媒體記者朋友就是 一個 這個 所謂的 那個 灌洗包齁 但是這個灌洗包的感覺好像 不是非常的 呃 有質感 那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送的嘛齁 那這個東西的話 你如果是申請這個 好像是 尊絕無限卡吧 齁 他一樣也有送你一個灌洗包的部分 齁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呢 申請信用卡你可以拿到的贈品 他們在這邊都做一個展示齁 就是你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好真的非常微妙齁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齁 就是 今天的影片重點呢 除了開箱這些贈品以外 還要再給大家 就是 呃幾個比較重點的部分 第一個 喔 華航卡的優惠清晰介紹 我們來討論一下 然後第二個是 到底誰適合申請這張卡片 第三個是 寶可夢為什麼要 申辦金屬卡呢 齁 這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這個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來聊這個 華航卡的優惠平息齁 呃 我們現在立馬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官網 呵呵 好 這個我來打一下喔 華航 聯名卡 華航 華航 聯名卡 有 在這邊 喔 來了 這個 中國信託華航聯名卡在這兒 好 它其實 呃網頁做得還蠻漂亮的喔 就是有非常多的這個動畫的部分 那也別忘了喔 它目前就是上市的48小時之內 有一個加碼的活動 如果你想要多拿到這個 2000里1000里或者是 呃抽獎的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 就是在上市的8月17號3點 到8月19號的3點 這48小時來進行申辦 那 除此之外呢 其實就是喔 按照一般的程序申辦 你都可以拿到他們 官方寫的最高的就是 8萬8千里的部分啦 好 那 那 我們 往下看 這個刷新飛的自由度 它這次的卡面有兩種不同的 一個是人文款 一個是 簡單的基本款這樣子 對 好這個 線上市辦再說啦 好 那 它 呃 我覺得它的網頁它有做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屬於這種比較叫展示性的 然後你就可以點開來自己去 欸 秀一下說欸 到底 有哪些什麼樣的優惠之類的 它都是有一些動畫 或者是那種 小短片 可以讓你去知道說 喔 它的優惠其實你在使用上的感覺是怎麼樣 就是 都做得還蠻華麗的 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那你們自己可以玩一下這樣子 像這個畫面的話好像是 我看一下 喔 它有跟你講說 如果你是申請無限卡以上的等級 好 璀璨無限卡 或是尊久無限卡 可以拿到的是金卡匯集 然後還有 萬好的銀卡匯集 以上的等級 好 然後購票有85折啊 線上免稅品之類的 好 那還有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這個所謂的五星餐廳的這個特別的優惠 好 那這部分的確是只有這個所謂的尊久無限卡的部分 才能夠享有啦 就是 米其林保留席啊 好 然後指定定房之類的 那最後的話呢 我看一下 好 刷新體驗的溫度 那麼 就是叫你辦卡啦 哈哈 好 我覺得 要不要辦這張信用卡 我們最後會來討論說到底 哪一個適合自己 好 但是呢 我們先做一個通牌的介紹 讓你就是稍微理解一下說 這個里程 里程卡的部分 好 好啦 先從頭開始喔 這個刷新飛行的自由度 好 然後 我們會知道其實 我想聊聊就是 這一個航空公司的品牌喔 因為 華航其實對於我們許多人來講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 比較老一點的品牌 所以他這一次特別的行銷計畫裡面 他是想要跟中性合作之外 就是拓展一些比較年輕的客群 所以他們都沒有找我們這種老的KOL做合作 他只有要求我們參加記者會 但是也沒有錢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他們是把錢灑在其他的預算或資源上面 然後沒有打算要來經營就是KOL的這個推廣這一塊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我們這次沒有特別的推 而且這個連結其實基本上就是官網的連結 也沒有這個所謂的紅利的部分啦 所以你基本上從我們的連結辦 跟從官網的連結辦都是一樣 他也沒有MGM活動 好 所以他們其實主打的是一些比較年輕的這個KOL 然後你可以在不同的這個KOL身上去看到他們有在合作 或者是在推廣 但是其實是沒有照我們這種傳統 正統的這種信用卡部落客來講 所以這個是蠻有趣的一點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看他的卡面也有做一些不一樣的這個改變 比如說他有一個左邊的是直立的人文款 我覺得就很像是我們這個學學 中性學學聯名卡的這種style的感覺 就是這種直立式然後就是簡單的 那另外一種比較傳統的就是 你看到右邊的這個 這個基本上就是有華航的這個 基本上的梅花的這個標誌的部分 聽說華航不是接下來也要再改改名字了嗎 那說不定聯名卡又要再改款一次了 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說到這個辦聯名卡呢 一定是要有一些基本的這個所謂的卡片的權益優惠嘛 我們來聊聊 就是華夏的金卡匯集 萬豪理想家的這個銀卡 這個部分的話呢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常旅客 而且你有翡翠卡以上等級的朋友 那其實這張卡片對你來說 他送你的金卡是沒有用的 因為金卡的下一個等級更高的是翡翠卡嘛 所以金卡是給你自己本身沒有很長大華航 但是你會需要用到一些所謂的貴賓權益的部分 那麼你來申辦這個無限卡以上的等級 你可以拿到一年到兩年的這個金卡匯集 對你來說反而是有吸引力的 但如果你是華航的常飛客 他送你的這個匯集對你來說就沒有用了 因為你有拿到更高級的嘛 那再來的話呢 往下一點你可以看到這個萬豪的部分 萬豪理想家他送你的是銀卡匯集 那現在申請的前500名可以拿到這個金卡的匯集 事實上如果你沒有達到白金以上的等級 其實這些等級都好像還好 沒有特別的有亮點 比如說你如果是金卡匯集是住房額外25% 或者是下午兩點退房 這部分的話基本上是一定拿得到的權益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想要試試看萬豪金卡 你可以試著在前500名機做申請 那你也許可以拿到這個優惠 但一般而言的話銀卡匯集就根本沒有什麼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反而不會是這個東西的亮點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就過去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看這個國際機場接送 中興的國際機場接送其實他都非常的 應該說從2019年以後他就變得非常的嚴苛 你需要符合三個門檻 第一個是上一個月的賬單有2萬 或者是前三個月有10萬 或者是從今天往前推算12個月份 你自己的年刷卡額有來到60萬 你才有辦法去使用這個機場接送的預約 我覺得這個是門檻蠻高的一件事情 不見得每個人都適合 尤其是小資組你怎麼可能每個月刷2萬 或者是剛好前幾個月就刷了10萬塊錢 這是有點困難的 不過你自己本身如果主力是放在中國信託的信用卡裡面 那的確是有可能可以達到的 像我的話 好像上半年這樣下來就是 我剛剛看了一下APP後台 就是光是ANA我可能就刷了大概30多萬 所以我覺得這反而是 主力卡在中心的朋友很適合辦來使用 因為你可以就是 因為他的這個帳單結帳週期 他是以這個 就是以帳單來算 所以他不是以單卡來算 所以如果你主力在ANA 你ANA還是可以繼續刷 或者你的大雙滑洗手費可以繼續刷 但是這張滑航卡的優惠 或者是叫機場接送是 都還是可以去叫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中間比較方便的一點 不過他就是 還是要有一個刷卡的這個門檻 還是有點高這樣子 提供給你參考 那尊爵無限卡的部分是 送你六趟 那垂丹無限卡是兩趟 商務預期卡是免年費的 但是他給你的是一趟 所以我覺得不無小補 因為你不用講要年費 但是你可以交到一趟機場接送 這個是還不錯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 機場的這個貴賓室 現在因為不能出國關係 所以可能機場貴賓室用的少 不過呢 如果當疫情解禁了 你還是可以去用到 我覺得這就蠻不錯的 像頂尊無限卡的部分 你可以不限次數來免費使用 華航貴賓室 這個是不錯的 那指定貴賓室一年就四次 好 那垂丹無限卡的部分的話呢 是一年可以四次來免費使用 收割華航的貴賓室這樣子 那也有四次的這個指定 航空貴賓室 商務預期卡的話就是四次指定 就不能夠進去華航那邊 好這樣子 那機場停車的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很適合商務組 因為你可能要常常出國 那你車子可能就會停在 這個桃園機場合作的這個 這個停車 停車位嘛 那最高是不限次數每次30天 這個倒是蠻有亮點的 那剩下的話 我看一下 全商無限卡也是不限次數每次30天 商務預期卡是只有7天而已啦 所以 他的這個 成本吧 羊毛住在羊身上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亮點 我看到的是 這個換匯的部分 如果你的主力的往來銀行 是中國信託 而且你有他的那什麼 頂附加 增附加 這些不同的 這個所謂的財富管理階級的朋友 那麼 他送你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不錯 因為他可以讓你做 換匯讓分 這個換匯讓分的部分 你可以點這個詳情注意事項來看一下 他這邊有寫到 就是 你如果申辦這張卡片的話呢 認刷一筆 他就會送你三次的這個 換匯優惠券 這優惠券可以在你進行換匯的時候 有一些折底 就是 我看一下 這邊寫到 如果你是頂尊跟璀璨的部分 是可以讓3.5分 這3.5分 其實讓的也不算少啦 那 如果你是超越期卡 就只要讓3分 在美金的部分 那詳細的情形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往下走 這是卡片的基本的權益的部分 那飛行領域的部分呢 我覺得卡片 大家最重要的是說 當我去報到的時候 是不是要排隊等很久 那你如果申請的是華航卡 其實三張卡片都可以有讓你優先報到的權益 所以 免年天費的卡片 其實在這邊也有看到它的亮點 一樣 就是只要是聯名卡就可以來辦理優先報到 這不錯 那 那 再來中信或華信航空購票有85者的部分 這部分真的是 我覺得有一些優惠還不錯 如果你是買 比如說像它上面寫的頂住無線卡的 全球航線商務艙豪金艙有85者 這85者就是15% off 那 我覺得就不錯 不過呢它還是有限定某些特定的長等 如果你買了這個所謂的85者的機票之後 還要再利用里程來進行升艙 這個部分可能會有所限制 所以你自己要把這個規則看清楚 因為它這個下面都有寫到說 限定的餐等的部分 這個就要去華航的官網看 那華信航空有88者的部分呢 在華信航空的官網 APP跟 機場櫃牌跟超商 使用華航卡來購票國內線 現在不是 澎湖阿 金門阿 然後什麼綠島 之類的其實都還 有蠻多的這個 航班 因為大家都 現在不能出國嘛 好那你可能搭國內線 也許這張卡片就可以讓你省下一些錢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 璀璨的部分的話 折扣就在第一點 那商務預期卡的話就95折 就再更少一點點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免稅品8折 這是很多的聯名卡都有的優惠 所以這個不特別介紹 那鋁瓶險的部分大家也很在乎 就是 頂尊 頂尊跟這個璀璨無限卡的部分 都是給到5000萬的這個旅瓶險 那用這張卡來買機票 真的是 我覺得保障比較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要有更全面一點的話 我覺得你自己還是要另外保啦 這信用卡公司給的東西 畢竟還是有它的一些限制的部分 但是給到5000萬我覺得算普去誠意的 那生活領域的部分的話是 剛剛有講到這個米其林餐廳很重要 因為米其林餐廳是頂尊無限卡才有的特別的優惠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很喜歡吃吃喝喝的 像我們 昨天有一支這個 上市記者會的這個影片 6分鐘裡面 也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台灣常旅客的這個社長 Recton 他也講到說這張卡片對他來說最大的亮點 就是可以米其林餐廳的保證定位 所以你看像 移工的中餐廳每日保證四席預定 每日保留至傍晚6點 每桌贈送這個 每一個人有一個餐前小菜 然後請客樓的部分 每日保證有兩席預定 所以這對於韜客來講 尤其是喜歡吃這些美食的朋友 也許他就是你的另外一個選擇 這樣他好像有點想要打造成像AE的這種 飯店美食卡的感覺 好 那精選頂級餐廳迎賓禮遇是用於頂尊無限卡 淡馬加刷刷鍋每桌主廚招待迎賓飲料一份 及食料一份 然後 極致牛排館用餐可享當日特選的餐前飲品一份 那再來的話呢 五星餐以買一送一 就是商務預席卡以上的等級都可以 大腸酒和 旱來美食 喔 旱來海港 像那個旱來蔬食我也常去 不曉得這個有沒有優惠 好 算了 這個 韓社愛美 然後新竹國賓 台中 日月千禧 OK 旱來美食 旱來美食 然後高雄大飯店都有 所以 這部分的話 其實你上官網就可以看到一些詳細的資訊 如果你想要吃飯的話 你有這張卡片可以先稍微做一下功課 然後就會知道說 到底哪裡是適合可以省錢的 那 另外一個亮點是飯店住宿其實有這個買三送一 它這個部分的話呢 你必須要到這個Visa的這個網頁裡面來做登錄 那你基本上就是說定三晚它會送你一晚 基本上 房型會不會比較貴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用到的話 尤其是你去歐洲 比如說來個 比如說七天八夜 那你可能就可以住兩個hotel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住的部分 九天八夜或者是 八天七夜之類的 你就可以把它用到 那反而對你來說 是蠻划算的 那剩下的部分我不知道是不是濫於充數 你可以自己看 五星飯店兩千九 是否覺得划算 這個什麼 大地酒店一博一十七千塊 有點貴 這些東西就是你有需要的話 自己稍微做個研究這樣子 那 升恒昌九折 我覺得好像好多的頂級卡都有跟升恒昌合作 大概是 現在大家都不出國 他們也不能賣東西 不能賣東西 所以沒辦法 那再來的話 刷新體驗的溫度 我們來看看這個卡片有三個不同的等級 之前 在這個 消息出來之前 正式的記者會上線之前 其實有好多好多的rumor 好多的謠言說 這次只有兩個等級 有沒有不收年費 什麼什麼 講了一大堆 然後現在終於確定了 就是這三個 頂尊無限卡 如果現在前三千名申請者可以拿到基礎卡 你會很好奇說 這個基礎卡到底值不得你花兩萬塊去這個擁有 那麼 會不會馬上就被搶購一空 這個有點難講 因為 現在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大家都知道 就是不能出國 所以你辦了這張卡片你等於是花錢買里程 但是你會不會用到他的這些卡片的卡 卡片匯集權益 這很難講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機場報到 那你怎麼用他的貴賓室呢 那你不能夠常常使用到機場接送 他不也是浪費掉了嗎 所以這一點是 當你要入手信用卡的時候 一定要去想清楚的 我們沒有特別強迫推銷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去仔細的計算跟衡量過之後 挑選出適合自己的產品 那第二個 這個璀璨無線卡他的年費等級是 6600就好像是ANA的這個無線卡 或者是這個JCP極致卡一樣的等級 所以6600我個人覺得算是一個比較normal的水準 像 匯豐的旅人卡他的無線卡的等級 最高才到年費8000而已 所以這個6600到8000我覺得是差不多的等級 所以頂住無線卡的確是超出這個等級很多 因為 他就有點來到了國代世華的極致無線卡的2萬塊的年費 但是他也是送6趟啦 我覺得還OK 然後 這個新戶禮的部分頂尊送到6萬8000禮 然後 這個 垂暢無線卡是3萬禮 那商務預期卡的話就送1000禮 或者是這個 萬國商務後備包 就這個 剛剛介紹過的萬國商務後備包 就這個 我個人覺得 好像還蠻好用的 因為看起來這個 品質很好 然後做工是蠻扎實的 那電子讓單的話就免年費了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片反而是應該要入手的 因為 他不用讓你支出任何的年費 但是你可以享有就是 線上購票有一些優惠 或者是 你要搭機的時候 這張卡片可以讓你優先報導 這個都是 基本權益非常好的 就是應該要入手 就算你不想繳免費 這張卡片其實也是可以入手的 真的是這樣子 好 那 那 看一下 這個大家最好奇的是說 廣告打了八萬八千禮跟這個 兩千禮的加碼 最高來到九萬禮 是 怎麼拿 這邊有個了解更多你看一下 好 你如果首次申辦的話 他有個迎賓禮 辦卡認刷一筆 他就送你三千禮 然後 手刷禮的部分是 刷八八八八送兩萬 腳交年費兩萬元 然後他就會送你這個 兩萬禮跟一個花王冠細胞 冠細胞就剛開始看那個東西 就是 這東西就還好 就感覺上 沒有什麼特別的價值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數位申辦的話 而且刷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就送你七千禮 好 那再來 加碼禮的部分 符合手刷禮資格 在六十天內刷到門檻 比如說刷到三十萬 他最高送你三萬禮 好 所以這樣加起來的話 就是六萬禮了 好 那最後一個 採管加碼的部分是 這個 你必須要來到 增付加 船付加 頂付加 跟首付加的部分 那麼你只要刷到三十八萬元 他多送八千禮 這個我一定是拿不到 因為 連最基本的首付加 都要放三百萬在中信 所以 你會發現接下來 未來的一個趨勢是 銀行他很希望你就是 把你的所有的資產都放在那邊 讓他們來做全權管理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可以賺你的手續費 然後他才願意給你一些好康 所以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放錢在中信 而且是成為他們的採管會員的部分 你可以多拿到八千禮 但除此之外的話 你可能就是會少到八千禮這樣子 所以也不是像廣告上面講的 可以追到八萬八 八萬八的部分是 你還要再放三百萬才有八萬八 這個操作流程 就跟台新國太航空聯名卡 當初有稱對他們的採管會員 在拿出一波好康一樣 放一千萬啊 搬磚一千萬 然後還有拿到一些 額外的回饋什麼的 他們都算得很精啦 對啦就是這樣子 那垂炭無限卡的這個 最高的三萬禮 他這邊也有寫到 看一下 兩千加六千加四千 然後再加一萬加八千 就是三萬禮 那商務預期卡的部分 就是送你一個後備包 或者是一千禮這樣子 一千禮後備包 那卡片的優惠的部分 其實剛剛有講到一些 比較general綜合性的部分 那基本的刷卡回饋 這應該也是大家很在乎的 那像頂尊的話 是18元一里 18元一里 到底算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 這個要跟其他的卡片做比較啦 比如說 這個 匯豐旅人卡 他也是18元一里 但是呢 他海外是10元一里 所以 中信這張卡片 他就硬是要比他 再厲害一點 所以除以二就是9元一里 就是要給你就是 硬是比這個 旅人卡再好一點點 那你如果是生日的話 給三倍 就是最高就是6元一里 18除以3是6元 所以他們都是拿這個東西 來做這個 所謂的噱頭啦 那 璀璨的話就在第一點 就是20元一里 那一般的這個 所謂的商務預期卡 他給的是30元一里 但是也別忘了 如果你是指定消費的話 除以二就是15元一里 15元一里 對於免年費的卡片來講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所以這個是海外 或是指定華航的這個 通路消費 都是有這個15元一里 甚至在你生日的時候 生日當月你的海外消費 是可以來到三倍 就是10元一里哦 所以這絕對是他的亮點 就是海外 10元一里 那也提醒大家 這個里程的部分是 每500里 就直接匯到你的戶頭 所以他就是跟這個 台新的 台新國泰航空聯名卡 還是500 500一里嘛 然後這個 這個國泰市華的 長榮航空聯名卡 應該是每1000元 每1000點為單位 就直接匯入你的里程 所以他沒有辦法 在你的戶頭放太久 時間到他就可以 轉進去華航 所以就是說你在三年之內 你的點數就會到期 這個是會讓你很有壓力的 一件事情 所以里程卡的好處 跟壞處我都跟你講了 除非你是可以大量刷 或者是你可以慢慢累 然後你覺得三年之內 你可以達到你想要的這個 這個 里程的目標的部分 那你的確可以入手 這樣子 那晉升匯級剛剛有稍微講過 這個 華航 華航的金卡匯級兩年跟一年 然後 理想家的銀卡匯級一年 那這個銀卡匯級有跟沒有一樣 這就是剛剛講過了 那 購票優惠的部分有88折 這個 85折到88折 然後 89折到88折 然後 95折到88折 這個部分的話是 就是你用卡片來刷卡就會有的優惠 但是 之前也有鬧出一些這個 這個 所謂的 就是華航聯名卡之前是跟 這個 匯豐嘛 那當初有鬧出一些 消費者的爭議 就是人家想說用那個 專區去買 但是發現專區裡面的票 怎麼跟外面差不多 或者甚至更貴 好所以 這部分的話 的確是會是有可能的爭議點 所以你還是必須要自己去比價 那 它這個所謂的官網購票的部分 它有的倉等是可以升 往上用禮場再升等 那對你來說可能會 更划算一點去運用 然後讓你用更少的錢 去做到更好的更舒適的位置 不過這部分的話就是 當你在 要購票的時候 你要特別再去仔細的去看這樣子 那 頂尊無限卡最大的優勢就是說 它有一個米其林吃飯的卡片的優惠 所以這部分是吃貨 一定要去注意的部分 那其他的卡片就沒有這個優惠了 所以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那 也要跟大家聊一點 我覺得還蠻有趣 就是說 這個中信的HOMEBANK APP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難用 因為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本身就是 昨天我就是 閒來沒事 我就打開來弄一下 我就發現 它這個 HOMEBANK APP 它居然就是 有做這個所謂的權益升級 它 你可以在這個 中信的這個APP裡面 你可以發現有一些 信用卡的部分 還有做一些不錯的這個升級 比如說 那個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看一下喔 這個 手機投影 喔在這裡有沒有 那 這邊如果你選擇信用卡 不過你會發現它最上面有寫到 看一下喔 卡片管理 對 你看 我寶可夢名下的卡片居然有幾張 203張信用卡 誇張喔 我們全家人的卡片 光是中信卡就有203張 然後 我自己本身的這張 華陽聯名卡其實已經合卡了嘛 所以在這邊就有一個卡片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 呃 你要在這邊做這個卡片資料的控管 其實這裡都可以看到 我覺得是還蠻有趣的 所以你們 可以試著就是使用這個中信的HOMEBANK APP 因為它真的有跟以前不一樣 它有做了一些權益上的調整 所以讓你可以在就是 在APP裡面就可以一張卡一張卡 裡面去做控管 就是我200多張卡 我可以做排序 然後可以自己去控管 說要不要把它加入Apple Pay 然後是不是實體的功能 要不要開啟啊 要不要關掉 你看立即設定這邊 你可以做開關 所以我把它關掉的話 那就不能用了 所以這部分其實我覺得 也是這個台灣金融產業的進步之一 因為像玉山的Wallet 提出這樣的功能之後 國代世華的APP也跟進 現在連中信的HOMEBANK 也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這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說 是更好去控管我們的卡片 這是很不錯的功能 那也提醒大家就是 有機會的話呢 你這個卡片申辦下來 也別忘了就是 要這樣子去操作 自己去玩一玩 我覺得還不錯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再繼續回來 我們的這個 這個今天的影片 等一下喔 我來替換一下 好 我們先回來 這邊 這個華航的APP 將來有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跟操作 那那個LINE官方帳號也很好用 就是我都有綁定 所以不論是正卡 或是副卡的消費通知 都會 傳到我的這個手機解決 我就會知道說 喔 有沒有被倒刷這樣子 好 所以中信它其實整個 後端的金融服務做起來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包括我們現在正在推廣的 這個中信買位數位帳戶 其實也是一個 很好入手的產品 你如果沒有中信戶頭 你也歡迎現在來跟團上次 還有機會拿一杯咖啡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回到我們的這個討論的部分喔 看一下 欸 走到哪了 第一個 黃昂卡的優惠品系跟你介紹完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 到底誰適合申請這些卡片啊 因為你們看了這些介紹可能就說 哇 好像都很厲害 但是適合我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我在這邊簡單做了一個小小的表格 如果你是常飛客的話 金屬卡跟想短期大量來累積里程的朋友 其實這個頂尊無限卡是可以申請的 之前有一個頂尊世界卡 不就是個MASA卡 叫發行這個世界之極的卡片 然後是唯一的金屬卡 但年費大概也要多少 好幾萬吧 對不對 但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 見仁堅持看你自己 是不是想要有一張金屬卡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覺得說 我都沒有實實有過金屬卡 也許這是一個機會 可以讓我用比較低的年費門檻來 申請這一張這個金屬卡 那你可以 那第二的話就是說 他現在因為新卡上市的手刷裡 還給的不錯 有給到蠻多的里程回饋 所以這部分的話 都是你可以 把握的 短期大量累積里程者可以 那璀璨無限卡這個定位6000 我就覺得 有點不明喔 就是我不太知道說 他到底是要適合誰 因為年費6000 就卡在上面 上不下下不下 但是 是給那些 已經 覺得2萬塊錢太貴的人辦的嗎 但是他的優惠 又好像沒有像 第一個等級那麼好的 所以我就會 不太知道說 他到底是要給誰辦的 也許這是 這三張卡片裡面等級 就是 銷量最差的也不一定 好這個不曉得 那第三的話 這商務預期卡是給 適合所有社會大眾 所有的人都很適合申辦的 因為他免年費 然後你綁定電子帳單 就裝成免年費嘛 這很好 很好去 這個解決這個年費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你甚至拿來生日禮 生日當月來進行刷卡 消費都有10元1禮耶 這是很厲害的 那麼報到櫃台 可以讓你就是 直接優先報到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缺一個後備包 你倒是可以辦下來 然後就是 刷個888拿後備包 這我覺得也OK 所以 這部分的話呢 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有三個不同的等級 最高等級的 可以適合常飛客 而且一定會用到這些 所謂的卡集 卡片匯集權益的人 那你可以使用 那第二的話呢 就是免年費 就是商務預期卡 反而也是你可以申請的 因為 不拿白不拿 而且上市手刷裡 就這樣子 之後可能就沒有那麼好了 所有的銀行都是先衝三個月 三個月以後 優惠就會慢慢縮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也一樣道理就是 這張卡會不會有NGN 將來可能會有 但是現在沒有 所以你現在辦卡的話 就是拿卡片的權益優惠 但是 如果你是 到明年到後年 也許他以後真的會推出NGN 我就會來幫忙推卡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舉辦活動回饋給大家 就看你要不要 等到兩三年後再來辦 都可以 這是完全不勉強的 那第三個要來跟大家聊的是 為什麼我要辦競數卡 這個當然 原因就是只有一個字 就是爽啊 那這一次的話 他們找我去 我覺得是還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 畢竟不是每一個信用卡 部落客都可以被邀請到 所以 我也希望能夠借我的這個平台 能夠幫他們布許一點點 也許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真的 這些信用卡 尤其是里程卡 真的非常的難推廣 那我們還是要講實話 就是說 我會跟你分析 這三個不同等級的卡片 哪一個適合你 你要自己判斷 我不會跟你講說 因為我辦競數卡 所以大家一起來辦競數卡嗎 倒是沒這回事 因為 兩萬塊的年費是你在出 不是我在出的 所以 你們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管道 不論是官方 還是一些辦卡研究社 或者是從我這邊來 其實都一樣 我的連結線就是官網連結 就是用一個縮網址 來看一下我多少點擊而已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 要不要這個 申請這張卡片 然後如果你想要看它實體的卡片長怎樣 你也可以去看我的 這個下面資訊欄 有一個這個記者會的這個 上市的影片 六分鐘裡面的前面一兩分鐘 就有看到 就有幫大家拍攝影片 看到真實的卡片長什麼樣子 或者是我的IG上面 有一些這個卡片的分享 你可以自己去斟 斟酌看一下到底 適不適合自己這樣子 好 那最後的話有一個金句跟你分享 就是今天這個金句 是我整個介紹完華航聯名卡之後 尤其是里程卡 我使用里程卡三四年 這麼長的世界裡面 我自己的一個心得跟大家聊聊 這就是蘇東波的這句話說 橫抗成林撤成風 遠近高地各不同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里程卡他們都各有特色 那像華航的特色就是說 他的里程因為都很少人用 所以你換票應該會很好換 因為之前不管是怎樣 其實他的華航卡都不好推 那也因為比較少人使用的關係 所以你換里程的確是會比較好換 相對比較好換 像ANA就太熱門了 所以你每次可能就是 他開放的前一年360天 你就要開始在那邊搶登 如果你沒有搶到機票 那基本上你也不太可能可以兌換嘛 所以里程放票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不太多 那很多人都擔心說 那這次的優惠這樣子出來 會不會以後換票很困難 我覺得你可以放120萬個型 就是沒有那麼簡單好嗎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華航卡他基本上 他的這個品牌 算是一個比較老的品牌 所以你真的要一堆年輕人 來使用華航聯名卡 然後來搭他的飛機來飛 我倒是覺得還好 他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努力 所以這個各家里程卡 都有這個各自的特色 比如說也有人在網路上分享說 我覺得我要累積里程 我就可能用這個匯豐旅人卡 那等到我要用卡片的這個 基本權益 匯集的權益的時候 我再拿出這張商務預期卡 做優先報導 或者是在網路買票的時候 用比較便宜的價格買 所以大家都很會搭配啊 都會想得很精明嘛 所以我覺得這都很OK 就是你可以用最低成本的方式 去取得你想要的服務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棒的 很聰明的運用方式 所以我也沒有業配的壓力 我也沒有這個要推卡的壓力 所以你們就看完這個影片介紹 自己決定哪一張卡片適合自己 然後去申請 其實就好了 像匯豐旅人卡也是不錯的選擇 遇上Only卡 累積華航里程也好像也不錯啊 所以這些卡片 其實你都可以自己去交互運用 然後最大化自己利益就是這樣子 但如果你想要知道就是 華航聯名卡跟匯豐旅人卡的比較 那你可能就還要再關注一下 我的Press Play啦 我可能接下來會在Press Play上面 跟大家做一些詳細的 這個所謂的里程卡的戰況分享 好不好 這部分當然就是 需要花一點時間去做 所以大家就是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這樣子趕快成為會員 來支持一下寶可夢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支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趕快來按讚 然後訂閱一下 分享出去給你的親友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 華航聯名卡的優惠諮詢 或者是它的優劣之處的比較 在我們這支影片 都有很完整的論述 也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